他就是今年60岁的牙医师黄庭芳 参加过数百场的马拉松比赛 但这一回不一样 他要返乡扫墓 从台湾头跑到台湾尾 一路是好多人帮他加油 看他脸上阳光般的笑容 完全看不出来已经是迈入花甲的年纪 60岁的黄庭芳一心想送给自己一个特别的礼物 作为60大寿纪念 所以报名纵观台湾超马比赛 从基隆出发 沿途经过桃园苗栗彰化嘉义 再到横出的鹅兰鼻 全程560公里得花8天的时间 最后再直接回屏东老家记住 身为牙科主任的黄庭芳 体力一级棒其实是有练过的 除了曾经挑战登上雨山 11年来一共累积了300场马拉松 这回他的大儿子为了支持父亲 完成超马壮举 还特地送上一双大红色的慢跑鞋助阵 最后黄庭芳顺利跑完全程 也完成了返乡扫墓 跑了560公里 破了自己的记录 也完成了一场永生难忘的花甲 超马赛 继继续运温宾台中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